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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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欢迎收睇时时大播解 香港过去时不时都会发生过 足球界打架的事件 最近又有了 廉政公署檢控友人事源打架球 怎樣看打架球和對香港足球體壇有沒有影響呢 請嘉賓和我們談談 今天我們的嘉賓 中國香港足球總會會長貝君奇 你好 貝老 你好 過去時不時發生這些事 歷史上最嚴重的打架球事件 你在記憶之中還記不記得 我記得最嚴重的一次可能是香港隊 在回歸之後的那一年 在泰國打架球 其中有幾個香港隊的球員被檢控 而且是判日獄的 球員被捉總判中心停賽 即是離開這行不可以再踢球 沒錯 這個事件相當軍動 因為牽涉到過往的港隊 即是我們不方便說太多詳細的現場 因為還在司法程序中 牽涉到多少隊 以及金額是不是很高 當然你看到很多傳媒的報道 已經有說到有兩隊組 其中有個別的被捕人士是在降超隊伍 當然目前說有首爾偉被邀請去… 協助調查 對 沒錯 現在那些案件都要審 我想順便先問一問 一般市民 香港球迷很多 我也是標準球迷 但真的關心香港足球入場看球的 可能相對不是那麼多 這可能跟水平、知名度、競爭性都有些關係 想問一下 現在香港足球運動的發展 跟過去的年月比 哪些方面可能變得更好 哪些方面變得更差 當然 跟以往來說 我們年輕時 六、七十年代看球 可能每場大賽都是 整個街路連山道都推本人群 去撲飛 這個年代是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都有這樣的現象出現 即南巴大戰 南巴大戰之後 到證供古老王 到證供漁園、南華漁園 比賽都是啟印很多球迷進去的 事至今日你看到 甚至前週六的竹中盃決賽 都是只有三、四千人 在旺角場 當然兩隊球隊打得相當好 那天球迷也很滿意 但是你可以明顯看到 跟我們當年的球迷日場 跟現在相差相當之大 當然我們十年前已經進入超年 希望能夠提高比賽的水平 但是似乎日場的觀眾都未見大幅的改善 那現在最多人看反而是香港隊 中國香港隊比賽 即是打奧運亞洲杯 亞洲杯外圍賽 世界杯外圍賽或者來香港的比賽 港隊也能夠吸引 那些朋友的年輕人 賭博 他連亞薩拜疆聯賽都會投注 因為他只是計較贏和輸 就不用計較打得好不好 有沒有精不精彩 他不需要計較這些東西 這是真的 因為你看到很多現在 目前我們很多網上賭球網 都有很多賽事 有些人覺得很奇怪 什麼連越早賽事都要打加球 都會吸引到人去求助 那就是剛剛你所說的問題 就是說 哦 能夠賭就行了 不論他打 賭什麼球 只要有機會贏錢 賭徒當然想贏錢 想求助下去贏錢 其實這些人要賭 真的要好賭 什麼都可以賭 有些人不是說笑是真的 今天老闆上班 走進辦公室 左腳進才右腳進才 都可以賭 拿一本書來 單業連商業 買大小都可以賭 這個賭 似乎是人性的 根性之一 你看到 很多人問我為何貝先生 為什麼 連越炳組都沒有求迷看 或者什麼都可以賭 但是輪流在隔組 越炳組低級別的聯賽 以往來說 都是隔組球 或者頂級聯賽 我們叫做 很多吸引到很多觀眾 國內的球迷都可能知道 這兩隊球都有名的 大家在賭 以往來說 很多十幾二十年前 我們都覺得是國內很多非法賭網 在從事賭博 吸引了很多香港的球員 球迷都在網上賭 時至今日我們覺得有另一個版本 現在很多世界 很多賭博網都有開香港的盤 是 所以剛才我們說 我剛才問香港足球的發展 都有些關係 那一開始 聽你說 發展又不是很明顯 觀眾又不會明顯增加 但是賭博的範圍 那些盤 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大 反而就發展了 但是那些是合法的 他從賭博網來說 世界有些著名的賭博網 都是在國際上合法的 但是我們香港的球員 或者去賭非法的外圍 可能是觸犯條例 觸犯反貪 连政公署的條例 但是你牽涉球賽 本身當事人 你去牽涉賭球賽 就很危險的事 是吧 那當然你看到 現在在以往 我的低級比賽事裡面 很多賭博 都是賭得 變成會有造假的情況出現 因為你落了注 你很想贏 那一班球員 我落了落重柱 那買我贏 我買我輸 輸多少球都可以賭 還有些人可以是操盤那些 看著那個球的 誰贏 入球先 誰入球後 還可以調節那些 沒錯 那些盤口 那經常有走地球 就是說我們隨時都會變化 可以賭球數 他能夠賺大錢的 沒錯 那這個就是一個理智 你引誘到他們打球 我香港幫他很少看 在英超我看了 還有一個球員 特意要拼黃牌 拼多兩張黃牌 現在罰停賽四十年 人家說要 因為有些前面被人罰得重的 就說他現在罰他十年 停賽十年 他說喂 這麼多十年 那他拼幾次 犯了四次 是不是應該判四十年才對 那這些就令到你真正關心足球 看球的人就沒有 即是很掃興 是吧 即是假的 當然不行 那所以現在香港的 譬如賭博彩跑馬系 球都是有博彩合法的 那你報紙上網上 這場球都說買誰贏多少 既然有合法的賭博 為何還要做假呢 因為現在一個問題就是 關鍵是剛才說 你有人去操縱 當然你說現在香港 賽馬會那個球駐的賭博 都是外國球 本地球是沒有的 香港球是沒有的 所以曾經有些人說 香港球可否以賭博合法法呢 都馬會開了香港的盤 令到外圍 或者外面的網絡這麼大 賭博人這麼多 那不如吸入香港球 賭一份 而且可以監管得比較更加公開 當然這是見仁見智 很多人都提過這個問題 討論過的 暫時來說 我相信香港球 香港本地的賽事 合法化 賭博合法化 就是短期內 我相信很難失言的 換句話來說 國際上那些 全球性的賭博網 就開你的盤 但香港就不合法 所以你不可以去買那些 是不是這樣 沒錯 香港根本沒有本地球 馬會也沒有本地球 那你可以買外局 對 外國球 那個球儲率很高 目前賭博的收益 從馬會來說 已經拍得上香港賽馬的收益 這麼厲害 對 很厲害 所以外交經過了十多二十年之後 香港賭博已經成為一個 馬會的巨大的收益 換句話來說 現在之所以你說越早球 都可能有假球 說明那個利潤 那個盤 是真的很大 銀碼很大 才有吸引力 當然你香港球員打假球 因為他的網絡 可能你求資一百萬 可能得到的 可能幾百萬 那個賠率會高 沒錯 所以會形成他們想做一個賽格 喝杯茶回來聽貝魯 又多給我 好像沒有在你 不是 已經是沒有體激 只是沒有體激 都是沒有體激 對 他們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便沒有充分 做好 還有 我們 吃 吃 所以 你 吃 如果 吃 如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出事了 是否需要这个局面改变呢 当然了 现在香港要改变 由财马户开盘赌香港波 暂时来说可能性不大 大家都曾经讨论过 似乎不会有一个结果 现在大家都反对赌本利波 问题是要改变这个状况 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世界上的网络更发达 互联网全部都是大数据 你可能去禁止这件事 很难禁止 但问题是如何去杜绝 我们本地球员或者教练 参与这个不合法的赌博 这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联署过去和足统都相对 大家都尝试其合作 都研究过 大家都研究 如何和籍球员进行防摊的讲座 鼓励他们有体育精神 手法等等 我们都做了很多功夫 同时我们足统也都 十年前也有 我们用监察公司去评估一场球赛 去监察球赛 有没有根据数据 有没有怀疑有打架球 或者有其他的不正常的开局 都有一个监管 当然联署也都很积极地监察 我们当然很希望赚取除根 我们说过去年5月 联署就抓了一批人 就说要逼草行动 我们说 逼草行动 今年现在又5月 劲草行动 现在是劲草 更加劲 我们当然我们期待是赚取除根 你根源将我们的球员 能够一批 北警球员都是一小撮 去从事非法行为 能够将他们跟随 这个是我们最理想的 可以杜绝了未来打架球的事件 再次发生 如果假定香港本地的球赛 都可以合法博彩的话 都不等于杜绝了打架球 因为 你有一个盆在那里 你就有这个诱因可以打架球 因为当然 现在你开盆 开什么盆 如果开盆 当然是最高级别的赛事 我们会監管得很强烈 那些盆 就是会看 会执着它 但是也不担保 你到球合法化之后 我们香港球队的有球员 去从事非法的安围 是吧 去组织打架球 这个当然 大家利欲分心 大家都想 找急钱 找快钱 没错 找多点钱 那都是钱的 钱作怪而已 是吧 所以形成如何去球队的管理 球队的监督 球队本身要做好本分 是吧 以及鼓励球员 发扬体的精神 这个也是我们终点去做的 现在牵涉的球员 都不只一个 要协助调查 要被拘捕 都不 都有一笔 一个数目 说不说明那些犯罪的行为 是有组织 不是 都是偶然 某些人 我见有些资深的前老波骨 都涉嫌在其中 涉及在其中 是不是偶然 不是一个有组织的 很庞大的一个系统 不过据我们所理解 就很了解 以及你说很庞大的组织 又不是 但是一个小集团 一个小圈子 一个 又不是单丁一只工 单丁一只工 都做不到 没错 需要一群人一起群埋 我们叫做一群 害群之马 他们自己在组织 策务 甚至 夹底 还有可能会伸购到其他球队 这个都是对本地的球坛 是映上污点的 还有一些是很难防的 例如你要跟着赛果去做打架球 就算你不是说要控制结果 你好像买股票也有内幕消息 通缺给朋友、亲戚去买 这样一样的问题 也是违法的 当然是违法的 你制造一个赛果 那些很难 就算你真的禁止了这些 准许合法 仍然会出现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准许合法 倒本地球的话 都未必是可以 倒绝了打架球 始终有些不良分子会 伸入了球圈 所以这个问题不会有一个时间 说我们可以画上句好 不可以这样 好了 现在这样的消息 都是不好的消息 对香港的足球界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声誉有影响 还有令到大家有一些 例如你搞球的 付钱的 踢球的 做教练的 都有多层的顾虑 当然我们曾经跟多次传媒都说 大家看到 新闻都做到相当之板风大的 星期一出现拘捕行动 第二天 全香港很多报纸都是 投板报导这个 是的 都是一个警钟 我们当然对球资有兴趣 球资足球的赞助商 都会有些影响那种心态 你球圈里面很复杂 又有打架球 那我为什么要球资 这个问题就是影响球资意欲 还有有些球队的老板 或者球资者会觉得 觉得很失望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撮 我们球园中很多球队 都是很正派 很多球员都是很努力的 你看到很多球员 甚至那天我们星期六 一队弱队新水浦 对东方争竹宋盃 这样的决赛 大家都感到很刺激的场合 因为大家都 我听说打得很刺激 打得很刺激 打得林元祥辞得0比0 要加时 最后当然新水浦是输了 3比2输了 但是构成大家的球员 打得这么久都算好 都是好事 而且这些球员很拼搏 你看 完全都是有很有体育精神 对吧 有一种永不言白的精神 努力去争取胜利 这种都令到我们球员的人都很兴奋 虽然它是少数 但是如果我在那队球 那队球里踢球 或者我在那队教队 那我队球的名字 大大在头条心里 打得出来 那都没什么面子 就是不太好 当然不错 这个肯定不错 但是我们大家都明白 相信球圈里面 大家知道只是一小部分 一群 比例上不会很高的打架波 我们的不良分子 我们的害群之马 我们的称之为 但是如何去杜绝 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组总 我们各个球会 以及联署大家相配合 让它杜绝这个 我们所说的赞赏取金 赞金元 是白起 乱金白起 说起那些处罚 刚才你说过 当年港队在泰国 后来也坐牢 是呀 香港的球员 你不是英超德格的天王巨星 那些你不准打一个星期的球 都很大损失 你不要说终身停赛 香港的球员 他不是这样的当次 他收益又不多 可能有些都是 不是全职去踢球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对他的惩罚不够 就是不是切中他利益的要害的话 可能没用 比如说我终身停赛 那大不了我就不踢球了 我少了一个爱好而已 那是不是这个是会考虑的呢 当然了 也都现在目前 如果你真的证据确作严重的话 都在法律上都会判他坐牢 要坐牢 这个都是 就是留下犯罪记录 就是很大件事 那也是很大件事的 停赛是其次的 是吧 其中 不让他入球场 终身停赛 那在另外一方面 这个是我们足球总会所做到的 坐牢或者其他的刑法 就要等法庭的判决 那都有一定的坐下作用 那当然 你看到 由于现在好像低级的赛事 这些球员都不是依赖 不是靠他来来来开快的 不是靠他来来来开快的 因为那是意愉的兴趣 或者什么 但是他们觉得 有 可以 赚快赚 可以赚快赚 他们都会 会罔顾了犯罪的心态 是吧 从事非法的行为 你们正在做足种 估计 这些圈 其实都不是很大的 是不是 当然 出来的影响就大了 但是 真的好像你说的一小撮 你害群之外 都不是非常容易普及到他 那也不是普及的 只是几对 都是几个个别 有一批球员 而他分散了 但是断断续续 他们又死灰復健 我所谓 要斩粗垂根 要斩粗垂根 好了 今天时间到 多谢贝老和我们的经历 多谢 此次大波解 下回分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